嗨 大家好 今天我要做海螺拌面 如果去韩国酒屋或者是类似大排档那种布车的话 会经常看到这个 那这边用到的海螺并不是新鲜的 而是用这种罐头的海螺去做的 这是会用到的蔬菜 然后这个是鱿鱼丝 这个是可以省略掉的 但是我家里有我就一起放了 如果你们家里有的话 你也可以一起放 那好 我们开始吧 这个很奇怪 这个开口是在下面 我们打开 在这边 放三勺汤 由于是太干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水呢 让它稍微泡得软一些 好 让它泡一会儿放一边 我们先做调料 一会儿再整理蔬菜 蒜末一勺 这个大蒜有点绿了 因为昨天我打完之后呢 我就那么放着 我原来想昨天露的 然后就给忘了 但也不能浪费 这个大蒜变绿了 其实也可以吃的 一勺香油 一勺酱油 两勺辣椒酱 四勺辣椒粉 我感觉这种差不多了 三勺醋 糖稀 糖稀 糖稀和白糖的作用是一样的 也可以放白糖 我就一勺糖 一勺糖稀吧 现在市面上有卖醋酱的 也是跟它差不多大 是红色的 完全红色的 用那个也行 那个的话呢 就这个辣椒酱 醋 糖 这些东西就可以省略了 只有那一个就行了 因为那个里头是所有的东西都有的 那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一个醋酱 这个也就是相当于醋酱了 好 这个放一边 我们只要里头的海螺肉 这个水可以倒掉不用了 这么甜 好手 你想切块也行 切条也行 看你平时喜欢什么样的形状 洋醋我们用一半 黄瓜 这个苹果呢 可以放也可以不放 放了一些水果 肯定味道是更清新的 但并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的话 我建议放一套 这个呢 直接这么放的话 首先一个是大 还有一个是太少了 数量太少了 如果说你跟别人一起吃 你一个 我一个 他一个 他一个 就没了 吃不了几块 所以我们就把它中间切一刀 我换一个大盆来拌吧 这个直接这么倒进去 哇 把刚才泡软的 那样鱿鱼丝也加进来 带着汤 直接倒进来就行了 海螺拌面嘛 肯定要有面呢 我们去煮点面条 跟它拌着一起吃 可以了 这一定要用力搓 因为它表面还有一层面粉 如果不把它搓干净的话 这个面很容易搓的 口感呢也没有那么顺滑 sap 拉到直一点 然后呢 卷在这上面 变成一坨圆形 然后轻轻地放上来 摆盘的时候不能说话 一说话就摆歪了 没有注意这边 煎几个海洛肉放在上面 如果是马上吃还行 如果不是马上吃的话 我们可以在面的中间倒一点点香油 让它有一个润滑的作用 这样面就不会脱了 海洛拌面做好了 我要尝尝一下 再一起拌一拌 再来一拌一拌 入口吃 又辣又好吃 这个就不用介绍了 这个是 谁吃谁知道 我也赶紧吃完这孩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